一直反对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7月1号接受福克斯商业台的采访时终于改口了 他说自己现在完全支持戴口罩 并说口罩令他看起来像一个独行侠 之前在今年4月3号 他在白宫记者会上透露 自己不愿意戴口罩的原因是 我感觉很好 我坐在总统办公室里 坐在那张伟大又坚毅的办公桌后 戴着口罩向他国总统总理首相国王和王后打招呼 这让我无法想象 不过昨天他终于改口了 但是他仍然坚持 遮盖面部不需要成为阻止2019冠状病毒蔓延的强制措施 并且他再次预测 疫情将会消失 而此时美国单日新增感染病例达到创纪录的5.2万例 就在前一天 一名共和党人呼吁特朗普戴口罩做个好榜样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决的统计 美国目前共有近270万宗确诊新冠病例 超过12.8万人死亡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还进一步说 如果我是在一个与人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 我肯定会戴 他还说过去人们也见过他戴口罩 特朗普说如果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他不会有异议 而且他颇为喜欢自己戴口罩的样子 因为那看上去像独行侠 但是他仍然认为不需要在全美国实施强制戴口罩的措施 因为国内很多地方的人们都保持着很远的距离 如果人们感觉戴口罩好的话 他们应该这样做 访问中特朗普还被问到 他是否认为新冠病毒有一天会消失 他说我认为会肯定的 今年7月3日 特朗普将参加在美国总统山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 而到场的支持者将不会被强制要求戴口罩 在上个月他向华尔街日报表示 有些人戴口罩只不过是表达一种反对他的政治姿态 在疫情初期 美国国内对于商店停业 禁足等防疫措施已经有过多番争议 甚至有民众上街抗议 认为封锁令限制了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 将他与枪支拥有权相提并论 是否戴口罩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争议 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之初 也没有立即建议各国民众戴口罩 并一度对医护人员等高危工作者之外的人戴口罩 持怀疑态度 不过随着疫情在欧美全面爆发 世卫和欧洲各国相继转变态度 将人们在公众地方戴口罩作为建议之一 此前有专家指出 戴口罩有助于降低社区感染 尤其是在公共运输工具上和人潮拥挤的地方 甚至在解封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仍然需要戴口罩 而在美国 由于特朗普本人的争议性立场 这一问题显得更为复杂 持续时间更长 特朗普淡化戴口罩的必要性 并将这一问题政治化 因而经常受到民主党人的批评 前两天 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拉玛·亚历山大表示 很不幸的 这个可以救命的简单一步 已经变成了政治辩论的一部分 代表着如果你支持特朗普 你就不戴口罩 如果反对特朗普 你就戴 同一天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安东尼·福奇向议员们表示 美国的新增病例可能达到每天10万例 而美国人在戴口罩 或者保持社交距离上做得不够 最近的新增病例上升 导致一些州撤回或者暂停社会重启的计划 大约有20个州已经强制实施要求在公共地方戴口罩 美国广播公司ABC与伊普索上星期合作的民调发现 有89%的美国人表示 在过去一周出门时有佩戴口罩 比4月中旬时上升了20个百分点 这个上升的百分点除了病毒本身厉害之外 很多欧美名人的呼吁也起到了作用 著名的Friends女主角詹妮夫·安尼斯顿 在昨天发布了一个诚意满满的长帖 再一次呼吁粉丝们请戴口罩 她说我知道戴口罩既不方便也不舒服 但是你们难道不认为企业倒闭 工作流失 医疗工作者累得筋疲力尽才是更糟的事情吗 由于我们做的还不够 病毒才夺走了许多生命 但仍然我们国家中有很多人拒绝采取必要的步骤 这些人似乎更担心被要求戴口罩 是被剥夺了权力 这项简单有效的建议被政治化了 并且是以牺牲人们的生命为代价的 真的这本该不用去辩论的 如果你关心人类生命 真的请你戴上那该死的口罩吧 并鼓励你周围的人也这样做吧 在她这条帖子下面 无数人表达了对她的支持 由于帖子传达的善良和关怀 以及安尼斯顿的强大号召力 这个帖子在短短10小时内 获赞超过500万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